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赞率最高呢 来 看见君 这就为您揭晓 从地形上看 新疆处于欧亚大陆通道 属于人种交汇密集区 这就使得新疆姑娘的血缘关系 呈现出多样性 她们既有西欧人的高臂梁 白皮肤 也有阿拉伯的长睫毛大眼睛 同时还兼具印度女性的娇艳气质 据考证 亚洲女生的眼镜长度 平均为25.23毫米 而新疆姑娘则为31.8毫米 足足多出了6毫米 其次 鼻子最能撑起面部的立体感 而新疆姑娘的鼻子 则比一般的女生要高出6度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侧着流泪 眼泪都不会越过鼻梁 自认为鼻梁高的小伙伴 您也可以试试哟 从饮食上看 巨大的昼夜温差 使得这里的瓜果不仅堆积了大量糖分 还存留住了更多的营养 例如 一般内度种植的哈密瓜 每百克VC含量约为12毫克 而新疆吐鲁番的哈密瓜的VC含量 约为24毫克 这是一般地区的两倍 要知道维生素C能够有效防止皮肤老化 还有美白功效 除此之外 这里还盛产香梨 大枣等各类瓜果 味甜肥梅 芳香醇育 每天能吃这么多丰富高营养的水果 也足够美龙养颜了 跳舞是新疆人最重视的兴趣爱好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歌舞之乡 新疆舞活泼优美 动作灵巧轻快 不仅使舞者在形体上更加优美灵动 还能很好地提升舞者的气质 由于新疆姑娘基本上都从小就跳舞 这就使得本就冒昧的新疆姑娘 更加气质非凡 新疆姑娘的美 的确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但是后天歌舞艺术的培养也功不可没 在这双重熏陶下才诞生出这些 俄罗水灵的西域美人 但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 只有亲自踏上这片沃土 才能感受新疆姑娘的美好 体会这片富饶异乡的风土人情 在江西的深山老林中 有一群亡命之徒 他们每天在海拔1600多米的悬崖峭壁上 攀爬横跃 他们本是普通村民 是什么让他们不顾危险 偏要以命相搏呢 关注看见地理微信公众号 回复悬崖